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10月第二次的 我叫做《宇宙能量天理報告》 先跟大家說真不好意思, 為什麼這麼遲都沒有出新的影片 這個最近的全新的滿月 是我們剛剛經歷了一個超級全球 這個滿月是在八月做的 這個全球和我覺得都有點不同 就是讓我們去到我們內在 做一些很深層的割測 也有很深層的淨化 老師也說過, 其實9月的時候也有做過一點更新 就是我們其實未來這四個月 將會經歷一個很巨大很巨大 我們身體裡面的靈魂藍圖的升級 為什麼要升級呢? 就為了準備2025至2028 這段在地球有更多變動的時期 我們地球會變動 同時可能我們在角色上面 我們的靈魂旅程的方向 甚至可能是我們有些新的 我叫新的Mission Purpose 透過靈魂藍圖的更新 可能會注入 所以這段時期 其實身體層面 其實很多很多很多事情發生的 剛好 今天另一位老師 和NASA剛剛有公佈的 有一個網站 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 叫SpaceWeather.com SpaceWeather.com 它定期都會寫一些EDM 出來 關於電視風暴 關於我們很多 宇宙層面發生的事情 今天就出了一個EDM 就是在講 司司文你想不可以去公佈 對我來說是一個好消息 你想不可以公佈 就是2025至2022度到2022度 我們剛剛遇到 我們現在是一個 我叫Solar Cycle 太陽一個能量活動的周期 我們是在Cycle 25 剛剛今天的公佈就是 我們已經進入了這個Cycle的頂峰 我們去到Solar Maximum Yay 我們要 首先我們要 恭喜自己 一路有聽著《狼藏天理報告》 亦都有一路 帶著一個意識去支援自己身體 我想多謝你們每一位 亦都跟大家說一聲恭喜 我們終於去到Solar Maximum Solar Maximum 代表什麼呢? 太陽的活動去到最活躍代表什麼呢? 哇 這個時期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特別的 但司文你有沒有東西想展示 我看你應該是 找一些數據 找一些畫面 沒有的我就繼續說了 不是 蘇蘇蘇 這個我也介紹了很多次 是的 在現在這部影片錄影的四小時前 就燃了這個Solar Maximum 因為你這樣說 我又不知道NASA 所以純粹我上網去查一查NASA 我也不知道 原來別人有個叫Solar Cycle Prediction Panel 很搞笑 是的 我想這件事都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的太陽的活動周期 其實影響很多事情 不只是影響身體 通訊 影響衛星 其實有很多很多層面的影響 所以這個Solar Maximum 不是 這個Solar Maximum的時期 就是我們說 太陽最活躍的時期 其實是會由現在開始 維持整個2025年的 我們前陣子 經歷了兩個很強勁的X-PLAY 我們是X-1 然後也有X-9 是的 前所未有這麼強大 可以預示著 在未來 我們的太陽 也會繼續輸出很多 滿滿的光 滿滿帶著高意識的光 和高意識的愛 繼續協助我們人類進化 這個時期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幾個層次的作妖 Solar 你還可以嗎? 你繼續找 你繼續 待會我才會補飛 你繼續 因為我想有幾個層面 大家要注意 第一 第一 我們身體一定有很多變動 因為我看到Solar Maximum 那個更新之後 很快 我預計立即跟我說 要提醒大家 第一 身體層面的變動一定有很多 最直接會影響我們的 就是包括 細胞層面 細胞層面 有這麼多的光盡進來 細胞會做什麼呢? 終於細胞的能量做事了 細胞的能量做事的時候 就會做什麼? 排毒 排毒 就不只是我們過往身體 進去的毒素 又不是進去的化學物質 還會排什麼呢? 情緒 情緒也是一些 我們的細胞會很喜歡幫我們去儲藏 他會覺得 你還沒準備好去面對 不要緊我幫你儲藏 身體就是這麼愛我們 所以身體層面 一定會經歷很多排毒 其中一樣 包括情緒 第二就是 如果大家有做過催眠 其實我們的潛意識有多厲害 我們的潛意識是哪裡呢? 詩文猜一下我們的潛意識 我們在潛意識在哪裡呢? 這個問題不錯 我們的潛意識在哪裡呢? 是的 它沒有一個梳理形狀 所以 潛意識是有一個梳理形狀 等同我們的意識一樣 如果我們的身體 是盛載著我們的靈魂的一個 我叫Vessel 其實也盛載著我們的意識 也盛載著我們的潛意識 其實潛意識和意識是一樣的 只不過潛意識是一些 我們可能不想國策 未準備好去國策 我們沒有接觸過的一些部分 其實如果在催眠裡面 我們有機會可以去一些 很久很久的歷史 可能很多年前所發生的一些記憶 都可以很清晰去參觀到的話 即是說我們的身體 是有著記載我們所有經歷的能力 但是我們有能力記住 記好東西當然正 同時間小時候可能被爸媽打鬧 或者生命有些很巨大的事情發生過 或者我們剛剛起床的舊子門所 我覺得瑪麗做得很好 他有說的就是 即創傷是一些 不一定是一些大事的 是一些很持續的一些忙 都可以形成一種創傷的 因為很持續不夠愛的 那可以形成創傷 很持續不夠照顧自己 滋養自己 認可自己 都可以成為一種創傷的 這些記載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這輩子幫我們記住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如是著 如果我們真的 因為接下來我們進入這個Solar Maximum 那麼多的光進來 如果不是一些屬於光的頻率記憶 其實真的需要去見光 以及需要去離開我們身體 所以可以預示著 很多的舊的記憶會回來的 我自己平日在Instagram 新的Earth Group的Instagram 我都有寫很多的 就是當我們清理的時間 情緒 另外一些就是記憶 但是記憶的清理很多時候 是會透過什麼呢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狀況 現實上會經歷一些狀況 可能會令我們去記憶一些東西 那些叫triggers 觸發 又或者就是 有些比較好的 不需要外在觸發 但可能我們內在突然間 會記得一件事 是呀 這件事可能是當日未和好的 未釋放的 未和解的 都會有機會 一些很spontaneous的recall 即是很自動突然 為什麼會想起一些 曾經好像遺忘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層次 我剛剛只是說身體 就是我們有機會 真的有一個很大的開放 在這段期間 十月 為什麼我們少做的影片 其中我們兩個都發覺 身體層面的整合多了很多 排毒又多了很多 甚至可能我們要去 維繫自己的狀態 令自己可以做到工作 那個能量的需求 即是我們需要去照顧自己的部分 亦都是比以前當中的 所以我剛剛所說的就是 如果我們接下來進入solar maximum 大家去照顧身體的方式 那可能 那個仔細度 那個需求 或者身體可能有的一些新的需要 或者它本身舊有的需要 我們看不到 所以我們沒有去照顧過 都可能會比較多的 包括有些朋友都問 我飲食變了 我不知道芝芳你有沒有自己 這麼多年去經歷一些身體升級 飲食的口味會變 這個馬力也有說過 那天他可能經常說 不吃整個月 你知道他不是素食 但是他有時整個月都說 我不吃肉 即是生素菜 這個 我記得 Richard在Gene Keys的 傳送中 也有說過 在他的世界沒有肉吃素食的 是的 他說你隨著你的身體自己進化的時候 你自然的 可能你去到某個階段 你不再需要吃肉 當然我不是說以健康的角度層面 以一個叫做身體進化的層面 那 有 絕對有 健康改變 那個健康改變 不是說 我這一刻選擇了不吃肉 我就以後不吃 其實不是這樣的 一個身體那個衰弱 Lisa老師也有說 你當他無時無刻都會變 我聽過Lisa老師的一些習慣很有趣 他試過有一天只吃蟑螂 他 說是吃蟑螂 然後我問他 你全天只吃那個 他說是 總之我那天很需要那樣東西 可能是維他命C 可能是蟑螂製造 可能是蟑螂製造 但我的需求很大 老師也有吃蟑螂製造 但有時 真正的食物是沒有辦法給取締 他試過有一期很專注吃蟑螂 然後有一期很專注吃蟑螂 他有一期需要吃芝士 他是一期期的 但那個期數可以是一天 可以是一個星期 所以老師又建議大家 當我們真的進入很大的身體的整合 你要很留意你那刻想吃什麼 可能有時會Crate for sugar 有時你也會想吃甜的 Cython就是吃甜品的歷史和經驗 當然比我豐富 我平日是不喜歡吃甜的 但我會發覺在某些能量狀態下 我是突然間要吃糖的 所以關鍵就是 不能再用一些很傳統的方式去對待飲食 因為我們的身體飲食的需求 有機會真的會隨著能量的變動 我們身體清理的狀況 甚至是我們身體在整合什麼類型的頻率 都會有機會改變 因為每次我吃一些我想吃碳水化合物 又或者我想吃糖 我就知道我需要身體 可能需要休息 我需要整合那些頻率 可能是在我身體建立某些新的功能 這些當然 在未來起立身體育程 我們會再講多些 很難 在今天這麼短短的更新 講到太多 你講到食堂 我想我也要補充 因為有幾個點 去了一段 我也要扣回去 食堂有幾樣東西的 第一 如果我們說回我和你 在過去一九 開播做BTA 約1800份的報告 我發覺香港人是 比較未必那麼認知 我們很多時候缺乏很多 確診質 所以第一件事 如果大家都有浩唐的習慣 以前很早年也是 其中一個點 就是可能 因為壓力太大 所以身體不夠美 不夠星 不夠一堆 這些東西 你就自然會想吃甜 此其一 此其二 去梳理自己的情緒 或者 建立一個深深的聯繫 去感受自己的情緒 而 在你的成長裏面 是沒有知識 如何去處理這些 可能是 就會想吃甜的東西 這是另一個 情緒 即是一種 不自然 去不知如何處理情緒 就會使用甜的東西 吃糖 精製糖 嘗試compensate 這是可以留意的 即是說 如果用human design的鏡頭去看的話 情緒能量中心白色的人 我不是說有顏色不會 白色的人 因為 因為成長各方面 有個機會 傾向性會更多 這個大家要自己留意 不是說有合作 留意 當然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想 這幾個月比較好 你不記得 今年年後 香港很多時候都沒有陽光 你沒有陽光的時間 你不夠維他命D 然後 你的人可能會有些少 有些疾病的時候 人也會有一個無意識 就會去耗糖 所以有幾個層面 就是在糖這件事 當然糖是這種發言 再延伸了 再延伸了 如果很自然去飲食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當你身體有時候 真的會欺負糖 所以剛剛斯芬說的 是人類層面的 但是去到光體層面的話 不是去compensate情緒 我不是去吃糖 令我自己感覺好 如果不是那些狀態 而身體突然間想要吃糖 其實是因為光體已經準備進入下一個飛行 我們去建立一些結構 我今天不說哪些 不想大家想太多 我們真的有時是需要糖分 也有時老師也說是需要探水的 但是關鍵是我們要深入聆聽身體 需求可能需要那一刻只是少許 你吃完身體有了 他可以做到頻率的整合 就是這麼多 所以 為什麼要聆聽身體 就是因為我們身體的需求 身體很知道的 你每一樣東西要吃多少 你可能吃一條蕉 他不用吃完 我原來吃一半 身體的需求已經可以了 那給老師有些不同 老師可能就是感覺到 我吃很多蕉才能夠成功 那我就吃很多蕉 所以要將在身體的演化 在身體的升級過程中 要將很多舊有的飲食框架 我們真的要擺開 而是很尊重身體的 這些有機會 我遲些會做一個課程 是專門講解身體的 因為真的準備好了 也很幸運就是 現在設置到一些比較穩定的空間 我們可以做一些新的製作 很希望在身體的課程中 跟大家去多說一些 這個課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全地球的人 其實都會進入一個身體的整合期 整合期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了 Solar Maximum 施芳 我的第二個點 你先去吧 然後我會補 老師其實幾個月前已經說過 他說 Be ready 大家會進入一個很生氣的生氣 一當那麼多 光是火來的 光是火來的 所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彈環X-Flare很高 七銅九 真的就這樣起面書 有時候都看見外面發生什麼事 也有很多人在那裡喊 嘩 我很生氣 是的 當然Super Moon也有另一個效果 就是他協助我們放大一些東西 近了 他有一個magnetic的 他有magnetic pool 即是有磁力的拉扯 牽動我們身體裡面的水 所以Super Moon也會放大我們的情緒 但是太陽那個maximum 所帶來的火和光是另一種東西 簡單來說就是 他會燃點回到靈魂之火 我們的soul fire 但當我們燃點回到我們的soul fire 會發生什麼事呢 人們經常會問 什麼是soul fire 什麼是soul fir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歷過 有一些東西你真的有很深層的召喚 那個召喚是 例如Seven當日對人工設計 我覺得很深層的召喚 因為他可以凌晨三、四點起床去讀書 我也記得他一開始跟我說 我要半夜起床去上課 哇 還有一個p仔這個動力 我真的是soul fire 但是為什麼他會有那個動力 因為他有一個很深的召喚 因為他會知道那件事 其實是他和他的靈魂使命很相關 你就自然會有很大的動力去做 聽起來麻利學埃及文 麻利學埃及文 或者麻利對於 他那次節目說了一句 他說他很希望他接下來所有的旅行 都是一些sacred journey 這個也是他的soul calling 因為我有一次和麻利自己 麥後聊過 其實你很適合帶團 你真的很適合帶團 但我不是帶普通團 我們很適合帶一些sacred journey 因為我看到他怎樣 我之前和麻利去過北海道 我看到他其實很有這個才能 然後我就跟他說完了 那自此之後他就多了很多他這些sacred journey 而他真的很 It's really her 那你會有一個calling 所以但凡我們說我們的靈魂之火 當踏著的時間 我們會有一個火 我們又會有一個passion 我們甚至會有勇氣 去做一些我們以前不敢做的 只要那件事跟我們的soul mission soul purpose很有關聯 即Syvyn就先是human design 然後後來是Gene Keys Gene Keys 我也不得不佩服Syvyn 為什麼我想拿Syvyn做一個例子 他在面前當然拿他 大家也會聽過他怎樣推薦Gene Keys 64粒基密碼紙 本書 嘩 好像textbook那麼厚 我以前上課的textbook 都沒有這本書那麼厚 我亦都很佩服Richard 他用了7年的時間去下載這件事 我亦都很佩服Syvyn 因為怎樣呢 他是看了他每一個指導論 我那時候是看看 頂不上會睡著 可能看兩版已經不碰到 腦袋不想吸收 只是 chapter 22 和 55 幾十版次 我分了十幾次去看 Syvyn是有能力記得這些東西的 這個不是Soul Fire 當燃點了的時間 你真的會有那種 不知哪裏來的動力 不知哪裏來的能量 Syvyn是一個滑山生的 來自Human DesignGene Keys 真是他的Soul Online的一些東西 所以燃點了靈魂之火的時間 你會有一個火 你也會有一個勇氣 你也會有一個動力 但很關鍵的就是 在這些東西出現之前 其實會有另一個淨化期 淨化期就是什麼呢 當你的火回來的時間 是靈魂來的 就是火是靈魂 我們煮食靠什麼呢 都是靠熱力的 是熱能來的 所以當這麼大量的 Solar Maximum的Energy 進入了我們的身體 我們一定會想清晰很多妥協的 妥協包括關係層面上的妥協 包括能量層面上的妥協 那天才跟朋友聊 他說 我去很多人的地方 其實我很不舒服 一聲我已經走了 我以前沒有 現在我就決定 我也是可能要歸隱田園 還是歸隱山林 他自己這樣說 然後我說 其實是因為你的身體 已經不再想妥協 或者接納那堵 很吵雜的頻率 或者很不舒服的能量 能量層面 當然有些比較大的 就是生活層面的妥協 人類以往被教育 現代生活 我們要住在一個盒裡面 我們要住在一個大廈裡面 有很多人一起逼 你見到近年 都越來越多趨勢的就是 有些朋友可能真的覺得 整個世界生活夠了 我住了幾十年了 我想現在去回一個 就是多一點空間 所以多了人 我見到是去磚屋 多了人是去回到自然 就是那個呼吸會大了 因為那個才是 跟那個人本身裡面 喜歡的生活模式 所以妥協其實有很多層面 是的 或者我們成長期間 被教育其實是需要妥協的 是的 所以為什麼會存在這麼多的怒氣 就是來自於妥協 但是呢 這些的怒氣 其實是很需要我們表現出來的 所以有個雜生 你剛才沒有所說 就是憤怒 究竟我們怎樣去 工作 怎樣去處理 所以接下來 要學習 很自然 帶著覺知 如何去工作 要知道所有的怒氣 都是你的 就算是外在導致的 其實都是屬於你的 是的 所以老師有說過 就是接下來很多人 可能會經歷一個很深的怒氣 那個怒氣是 如果在靈魂層面說的就是 為什麼這裡不是一個 烏托邦 裡面最深層的怒氣 就是為什麼地球會變成這樣 地球為什麼不是一個烏托邦 但是 另一個層面 再去看看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份去令到地球 今天這樣 是的 所以 Be ready 2024 2025 尤其是老師特意跟我說 喂 下年蛇連 蛇連是要清晰 妥協 要清晰很多被操控 被操控 即是被操控 有很多資訊 不是最真實正確 是的 我們是收取了很多 不是最透明的資訊 有很多這些事情 其實下年都會見過的 所以 下年是到 情感上 情感上 都可以在下一年 很翻天覆地 但情感上的翻天覆地 其實是我們內在 自己裡面的感情 翻天覆地 所以 今年 如果大家是 為什麼我們剛剛那集 要說創傷 就是很多 舊的 傷害的 其實 未來都會開始 去Solo Maximum 的事情 更加容易見到 好 那我嘗試 考我記性地 補回盡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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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已經是說到 現在全地球 其實是正在經歷 集中的症狀 其實這個觀點 要角度 其實跟 Richard或者整個 Gene Keys的傳統 差不多 基本上是港同一件事 特別是大家有 加入今年 Gene Keys 那七堂的 工作坊 大部分 蝙蝠 比較多是Vinus 大家要記得 去到 就是 隱藏著Vinus 最尾的 和 Pearl sequence 第一顆 就是 那1,2,3,4,5,6 和 Jeffrey 兩個男人聊天 裡面碰到七大神聖 那2,2,3,4,5,6 其實就是 集中的 所以大家 不是在清理 個人層面的 是 與不是 因為 Richard在整個 Gene Keys的傳統 也有說過 其實卡馬沒有分 個人或不個人 因為 沒有個人 從一個 unity 的角度 為什麼我得到 從一個 unity的角度 因為 譬如說 如果占星的話 10月11日 其實 冥王 就再回到 Capricorn 五個星期之後 就正式進入 水平 而水平座 就是 Unity 所以 你看到很多 你當作 把不同的 組織圖 的部分 陷入 你就會看到 為什麼有這麼多 Purching 回到 剛才我說 流連 然後再回到 一會兒 剛才也提到 那些情緒 我們看看 2025的 Transit 卡路預告 今年我們就在 57 51 雷震掛 又雷劈 又整 馬力發 其實都知道 已經是 玩了幾個月的 南風暴 一路去到 下年的 七月尾 這樣 如果你看回 2025本身 那個 南北膠點 就是 年年流連 都在說 比較重要 關於全世界的事 一定是 南北膠點 那個 錄影廠 現在是 一廠二廠三廠的 Backdrop 是一個什麼 Mood Board 是不是 那下年 就好像Pantone Mood Board 你看到 Backdrop 就是25 和46 25 和46 大家也知道 其實25 是你 的第一顆 亦是Jeffrey 的第一顆 Cross of healing 25 那25 就是說 心有多開 如果我們全宇宙 還有很多 過去 傷口 被忽略 很多妥協的時間 其實心很難 很開 你的心靈一定是生的 因為全部屈活在裡面 所以 剛才阿伊說 為何 Solar Maximum 裡面 大家會很火爆 很 憤怒 10月 今次 這個Super Full Moon 是Arius 在白羊座裡面 會把所有 最底層 在關係上 關係不一定是親密關係 關係在任何關係 包括我們 和哥哥 姐姐 爸爸媽媽 當然不會包括他 老婆老公 男女朋友 朋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到 心裡面會有一個 最近的話 即使這幾個月 特別是這個星期 Super Full Moon 前後 裡面有一個潛台詞 就是我引咎了 大家可以留意 我裡面的 我引咎 可以是對象限的人 我引咎你很久了 或者我引咎你某些行為很久了 我引咎你這種模式很久了 那個可能是你露了 或者一家公司的文化 你引咎 什麼叫做引咎 其實引咎就是 剛才Eve所說的 裡面妥協 只不過想再多一個項目 沒有時間寫 我想寫 如果大家回去引咎這件事 我們可能會覺知 其實當日是一個選擇 如果我們不打算 就不要說 因為我引咎你很久了 但是當我自己決定 你不打算 我自己經歷過 我太陽神經蟲 白色 Solar Plexus 但是再繼續 接近 接近剛剛那集說的創傷 大家可以想到 其實那個人 其實是創傷反應 這個也是剛剛我和Jeffrey 教人類圖 性戀愛佬 是的 其實那個是創傷反應 這些就會是在Solar Maxim 裡面 因為它要盡全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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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才會 銜接我經常說 我喜歡很搞笑地用 馬寶賽車 吃彩虹 吃彩虹 你怎麼走 夏年本身 你想想 二十五 一向都是 四十六 你的心越開 你就越行運 所以夏年是可以很好玩的 夏年也是很難 的 關鍵就是 心能否開 但是你的心要開 你的心靈要開 那 那些情緒就要出 我想補充一下 剛剛有關於人 為什麼人會這麼生氣 這個題目 為什麼人會這麼生氣 一當我們選擇人的時間 是我們主動選擇妥協 其實我們最生氣是生氣自己 不要生氣外 我們真的要記住 我們要其中一個 為什麼Gene Keys 55 看看大家買了一本Gene Keys書 英文版本 為什麼Gene Keys 55 我也有 那一筊紙這麼厚 二十幾版 這麼厚 二十二和五十五真的很厚 就是你抽了一筊紙出去 怎麼看 原因是 其中一種人類真的要很 如果能夠跨越到 將會變得很自由 就是叫Victim Mentality Victim Victim Story 就是受害者模式 受害者故事 受害者的記憶 我們覺得那件事與我們無關 很重要的 為什麼忍 我們會這麼生氣 我們是選擇那一刻 不去說 忍 其中一件事就是 其實忍這個行動 我們要知道 除了是創傷的反應之外 另一件事 忍是屬於一種 無意識的行為 無名 我們選擇忍 有些人會說 難道我什麼都要發誓難責 沒有為他們發誓難責 溝通者 我們可以很平靜地表達 又或者我們忍 其實為什麼帶著無意識 是一個無意識的行為 因為當我們選擇忍 我們選擇不表達 當我們選擇忍 我們選擇妥協 當我們選擇忍 我們其實是在逃避 忍是一種逃避來的 可能如果我不逃避 可能要發生什麼事 我可能要去面對我的恐懼 我不逃避 我可能要去改變 我如果選擇不逃避的話 可能我要為事情負上全責 那我忍了他就不用了 所以我想說忍不是人家硬折我們吃 很多時候其實是因為我們逃避的一些事情 可能我們不想面對的一些事情 甚至我們裏面不想去改變 所以我們選擇忍 而這個我們選擇忍去妥協 永遠都在裏面內在 為何有這麼多憤怒 這麼憤怒的其中一個原因 大家可以去用一個想像 試想一下如果我們整個地球 所有人都可以 裏面都相信自己是可以表達自己想表達的東西 包括可能透過藝術 包括可能透過唱歌 drama 藝術 甚至我們可能透過手作 即我們是很free 可以表達我們任何想表達的東西 包括我們如果表達我們的感覺 對方是不會take it personal的 亦都不會傷害對方的感覺 如果整個地球都是這樣 我相信沒有人不想表達的 表達是一種很 是一種 是一種 是一種與生俱來的需要 不是就不來這裡選擇肉身 還要選擇一個有聲的肉身 我像telepity這樣就可以了 就不會選擇這麼多 一個這麼精彩的一個地方 是吧 即我們這裡表達是音樂 我們創作藝術 crafts 我們怎樣設置一間屋 我們怎樣穿衣服 即地球是充滿了很多方法去表達的 但裡面我們只要相信表達是不安全的 表達是不安全的 我們就會不表達 但這個東西對於我們 你叫我們的nature 人性 人本身 我們靈魂的nature 靈魂的本質 其實是很opposite的 所以一定會不舒服的 所以現在你看到網上會多 為何多了很多人 過度表達 過度表達是什麽呢 其實這件事都未必關自己的 我不管 我先去寫下一個評論 是吧 現在很多 看到很多這些是 無意識 甚至是 嗯 那些叫什麽呢 發洩的表情方式 是因為 都是投射一種 是啦 這個原因是 沒有看到自己裡面發生的什麽事 但裡面情感已經很爆 所以我又發洩了 先發洩了這個壓力 沒有評論 我講這件事 即是沒有說對還是不對的 但你看到 當有這樣的狀況的時間 表達的人不是很舒服 接受的人也不是很舒服 其實是處於一個這樣的狀態 所以為什麽在接下來會有很多表達 是的 但怎樣帶著覺察去看到 那個壓力其實屬於自己 都要生氣的 但是生氣你可以找一間很安靜的空間 然後你可以坐在那裡看著海雞的 又或者生氣的 你可以走進森林島 是的 你可以放一些樹木為主 然後你去放森林島 你的生氣 生氣不一定要接觸對方 當然啦 如果在關係上的疏離 有很多東西在關係上的 當然可能在關係上需要傾談 有些部分的確需要透過 跟另一個人的表達 去討論這件事的 是的 但我們現在進入那個時機 with solar maximum No more compromise 是的 不再妥協 但不再妥協和互相尊重 和自己有沒有責任去帶著一個 無時無刻都帶著一個意識去覺察 是幾件事來的 我們要負回我們自己的責任 將我們自己 將意識 Consiousness 帶於我們每一刻所做的事裡面 同時間我們要對自己 帶著一個最高最高的尊重 我們才可以要求外面的世界 例如都會對著我們要有尊重 同時間就是都會帶著意識去對著我們 所以這個 這個phase我會分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真的要給一些成績出的 是的 裡面有很多 victim 要說很多故事 要公開很多的東西 但是OK 沒有問題 但下一個phase就是 我要去看回我的站在哪裡 我怎樣去貢獻這件事 我自己怎樣引致到這個 situation 任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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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自己有份的 不論那個可能出街 無緣無緣無故被撞 即是孟尼坦老師 經常都說 你怎樣知道 你上一輩子沒有撞到別人 你怎樣知道 你怎樣知道 你的靈魂旅程 是不同的轉生 你撞到他幾次 人家現在創造你 去平衡的能量 你怎樣知道 你怎樣知道 然後我幾次聽完 我又是 你再拉闊一點 你不是得一生的 所以這個是 Solar Maximum 剛剛講的身體的部分 清理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 Anger Corganize 即是 怎樣要很consciously 去work with 這個process 是非常之重要 假若 我們真的可以帶著意識 去master 到 這整個經歷的話 裡面那種內在的自由 是的 亦都是整個地球 其實很想得到的一件事 所以Richard在Gene Keys 55 為什麼要寫一個這樣的篇篇 其實因為 我們最終 其實一切都會回到那裡的 好 Sivan 你想表演嗎 嗯 我想回去 用Human設計 先 我開個學圖 等一下 你不是會多說少少少 下年的流年嗎 沒有啊 是那兩個最重要的項目 暫時 大家都可以期待 是的 斯文sir 是會有些公眾利益 就會做一個 episode 是說2025的流年 是不是 我覺得今年要早點做 我也感覺到 我也在感受這個 枯滿的餘運 有沒有事 這個禮拜 有想過 都要做的 但這個我要問 反正這條影片 都是放在公開 我要問一下 特別同學 老實說 計算2023之後 我應該都不會再 可以有那個 心力 做200張 那些漂亮的 PowerPoint 如果大家不算 沒有浪費 我只拿著圖來講 其實隨時 11月都可以發生 這件事 那當然是好 但我覺得 之前一定要跟大家 做個回合 回合 2023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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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w 中了 整個 被解析 今年就是令到我們將所有的控制 我已經想到一條關鍵了 過月二、二、五流年 是 很粗,也都不好聽的 五隻字 請一請請 八字真言,五隻字 上腦沒有運行 上腦沒有運行 是,上腦沒有運行 25、46,25就是心很開 你的心很開的時候,你46才會欺負共時性的機制 為什麼Genghis叫Science of Luck 是因為它真是一個科技 所以這就是Diamond Heard研究 Synchronicity是甚麼一回事 Synchronicity,之前我們找他做訪問的時候 其實他講過 Diamond Heard的其中一個觀點就是 你的能量身體,你的頻率是否已經升級 升到你是可以觀察到 原來那樣東西就是一個叫共時性 雖然回到Practice裡面 For beginner 你最理想當然有本Journal 你自己去Drop down你每天 不要管了 你不是以為下落的 你都Drop down你去訓練這個Census 那個已經在3D層面已經有極限 但是丹麥克風的那樣東西就是 你的麥倫升級了之後 你就能夠更加捕捉到共時性 但是那個心一定要開的 但是我想 可不可以邀請你和Jeffrey Sir 是 因為你們兩個網絡都很強的 曾經 現在那個網絡都很強的 因為那個心魔才要開 然後我們有些叫高知識 開始在開的時間 你們的網絡都很輕鬆了 但是我想邀請你和Jeffrey Sir 在下一集兩個男人聊天 就是講一下整個process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這件事 很多朋友經常都會聽說心腦共鳴 心腦共鳴 什麼叫上落 首先要判斷了 我也要判斷了我什麼時候在那裡 第一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我之後會私底下的PM Jeffrey Sir 我說 拜託說一說 第二就是 什麼為之的心 跟隨的心 究竟我怎麼知道那刻我跟著我的心 大家很多時候是分不了這兩件事 我覺得 藍運店 作為曾經網絡很強的代表 怎樣都要找一集 去講一講這個題目 我覺得 對 因為那個是part of 其實是2025的留言 要去 對 學歷或者要去學習的一件事 還有我覺得不只要去學習 是很快要去master 就是這個功夫 是大家每天要做的功課 是的 但是要做到這件事 就是好像你入職 你有些叫條件的 就是你認證 可能會這樣說 地面一點 是的 但是那個條件就是 剛才你說的那件事 那個情緒那件事 那我回去 本身是想說的那件事 好 讀書 這個部分 很容易 Human Design 對學合作 自己的情緒能量中心 是白色還是有顏色 因為白色還有顏色 那個切入點 你的學習方法 或者你怎樣去purch 那些東西 基本上是兩套不同的武功 OK 所以 這裡再說 不是說 白色的一定會妥協 有顏色不會妥協 因為 無謂體圖 但是你有很多後天的 原生家庭的影響 之而之類的 所以白色的 你就是要 第一樣的問題 就是問自己 這個問題 可以問自己的 大概有一個線索 你會知道 原來自己的 這些模式 某程度上就是 copy and paste 制約 進去自己 現在你可以選擇 不再用這個方式 去 跟自己的情緒相處 好了 但反過來 就算你有顏色 為何你也有機會 會妥協 看看你有沒有一些 特別的數目指 例如六 六的人 就是people pleaser 我覺得上一集 和華麗 也有提到這件事 people pleaser 就是創新反應 逃避衝突 例如另外一些人 如果忍 49 另外一個數目就是 因為49 本身是有原則 例如你有顏色 兼且你有49 我們回到human design 基本理論上 就是有顏色的能量 是相對地固定和穩定的 但反過來 有些人 不知道Eith有沒有見過 一些個案 他的情緒能量中心 是白色 但他有一顆49 其實他本身很有原則 是的 但他未必很清楚 自己原來是 這麼有原則的人 因為白色不穩定 他會不穩定 很多時候 當他沒有堅持自己原則的時間 那一刻 他便選擇了 回到今集 我們其中 用一個方便 和大家聊天的自由 就是忍了 但49 本身是爆的 爆得起的 是的 所以為何49 兩極 很留意 如果白色情緒中心 由49 的話 他會忍到 接著 要爆的時間 很一發爆 是的 爆自己也怕 因為自己平時不是這樣 但不知道 原來裡面的能量運作 其實很多東西 已經碰到49 你已經有不同的底線 所以 所以 為何說 有顏色和沒有顏色 其實真的在能量上 設定是有分別的 因為白色 不是這麼容易去 感受自己的情緒 這個是要做 超級的功夫 是的 那37 不用問 37 通常情緒的源頭 都是家人 或者朋友 37 本身 那個能量 就是 家人和朋友 特別是37 是付出型的 如果不斷付出 不斷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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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數目 你要看自己的數目 那些數目 你會更加探索到 你的 情緒 或者情感的世界 當然 有些同學 今年較早前 已經參加了 我們在 下節的時間 6月27號的工作坊 如果新朋友 或者有些同學 甚至不知道有這件事 可以去 這個工作坊 讀 還有一本書 我覺得想給大家一些工具 暫時我未見到中文版 日後有機會 如果讓我找到中文版 再分享給大家 這本書 我又不會說 適合所有人看的 原因是 因為這本書 也是比較 很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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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比較學院派 因為寫的本身 是一個臨床心理學家 也有很資深的 創傷 和sometics 我們所說的 身體層面 但你問我 是很棒的 特別 譬如 如果你覺得自己 是比較理性 要知道理論 各方面 我覺得這本書是很好的 The practice of embodying emotions 在認知層面 情緒 行為層面 裡面很多內容都很棒 這些全部都是prepare for 夏年的事情 好 最後我會補充 Solar Maximum 第三個部分 就是剛剛說的一和二 就是個人層面 第三個部分 就是be ready 有很多 我們以往認知的 一些體系和結構 其實可能會變成 是的 隨著人類的意識 開始真的 其實Solar Maximum 是很多的光 很多的光 本身就會令到我們 看到一些我們以前見不到的東西 可能我們以前覺得 沒有什麼問題 但不是 現在這麼多光下面 你看一下 這件事不可以 其實不平衡 不是對所有地球 所有物種的福祉 都是作為最高的標準 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件事不值得我支持 其實會越來越多這些狀況 因為大家開始連結自己的鬚的時間 我們都會問 這個系統 它現在這樣的運作 是不是跟我的鬚一致的呢 例如某些公司 它是生產很多 很多糖的飲品 比如說 隨著我們更加各自 我們不用喝這麼多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喝水 喝一些天然的東西 甚至就是我們可以 不需要用甜的味道 去令到我們自己的感覺 好一點的時間 我們就會問自己 我是不是想這樣 繼續買來喝呢 很多行為上 會因應我們意識的狀況 而去改變 所以Be Very Ready 有很多體系 有很多以往的架構 以往我們會覺得 不會改變的東西 其實接下來都會改變 但那個改變 不是因為 它突如其流的改變 而是外在這些系統 結構 它所有的變動 其實都是回應我們入面的 學望 我們裡面其實每一刻 都是跟宇宙發出一些叫 很希望世界會變成怎樣 很希望愛心會變成怎樣 如果那些東西 是跟我們的靈魂不契合的話 其實就會慢慢在地球上 我叫做轉化 有些會轉化的 可能有A的狀態 轉化到B 是更加支持所有的東西 有些可能真的 它整個結構本身 是不同我們靈魂 未來的方向 或者地球的集體 人類的方向 是不一致的 那它就會壓解 所以Be Very Very Open 去看Solar Maximum 所帶來的變動 是的 但我覺得 這個很深入 在裡面很確實知道 地球正在走 回去一個很 大家都很渴望的方向 但很關鍵 我們都要成為 這個這麼巨大的改變 其中幾一份字 就是說 有內修工具要做 有去年紀要釋放 那才會去創造到 我們才透過我們的自身的改變 創造到一個我們想要的圓境 是的 所以希望今集 我們兩個帶來的一些 小小的分享 和大家預告 未來Solar Maximum 其實會發生什麼事 只要我們有力 是的 我們就會繼續和大家做分享 我想說 由天平橫跨到 接下來的天洁 那是轉移 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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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OK 下集節目見 拜拜